老板娘 两碗烧热汤 好 怎么上 葵花解决手 干吗 怎么了 明成明又给你补给歌了 谢谢 没有 就是在想一些事情 觉得 我还蛮奇怪的 什么奇怪的 别想了 给你吃吧 你不是最爱吃这个吗 小的时候呢 我特别害怕考试 然后每一次 我妈妈就会带我来吃瘦肉汤 她就跟我说啊 人生呢 总是有很多形式不一的考验 没跨过一次 不管结果怎么样 人都是会成长的 人意还挺德学啊 但是呢 我就会什么也不管 然后一口喝下一大碗 然后跟她说 我之所以害怕 是因为 无论结果的成长 我不想 她是很奇怪啊 现在她不在了 我反而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上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 可以害怕的 我突然也明白了 她是想让我知道 这所害怕 也阻挡不了时间的到来 干嘛 我吃肉 你想让我长胖是不是 你来学校给你 你吃 他吃肉 那多多烫 是立荣资本的董事长 听说还有个女儿在咱们学校 不是说的 我只知道她有两儿子 没听说还有个女儿 该不是私生女吧 诶 我也这么觉得 听说这姓女的 在大学时期 有不少花便机碗 可真是好 如果我是个富二代 我也 不会说话就得提述考 知道吗 干什么你 找死啊是不是 你什么你 哪个系的问你话呢 走能不能走 今天这个事我跟她没闻 哼还敢跟我哼 你再哼以后试试啊 你哼以后试试啊 你哼以后试试啊 她就是咱们小学院的余青青 什么余青青 余青青 余青青 就搭着通过司法考试的 非人类女要件 对 是你姑奶奶我 走走走 老板娘下次给钱啊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真的不在意啊 这话你能提 我可提了 红红红红红 红灯回来 余叔 余老师 你这也太双标了吧 只许你平时数了我 走走什么叫言论自由啊 我真的没说 你是不是喜欢TK啊 嗯 下个月的生日 我呢 我找我的二哥 要了一张TK的签名照 骗我 哦 那签名照我给别人了 小游戏 走开 留给你啊 怎么 你什么时候这么个哥哥 是我同父异母的二哥 叫李琛 偶尔会见见他 不过呢 他不太听那个人的 所以 自己开了一家影视公司 也正因为这样呢 他接触了很多很多你的爱兜 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啊 看这花质的样子啊 那你就真的打算一辈子不见理 他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 只是现在嘛 我一直觉得我妈妈还在 我们呢 就在没有她的时空里 常闹的生活场 一旦她出现 我就会觉得 这一切都是我在自欺欺人 所以 我暂时不想见她 可是仁怡 希望你去找她也是为你好 你不要 我都已经成年了 干嘛要多出一个爸爸了 我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幼稚啊 快点说没有 快点说不是 快点 走啦 没吃吧 再陪我吃一顿 你请客 你请客 我要去那边吃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绕开你们前台预约 直接见到李清凡 想不预约就见董事长啊 你不会是想 当面拒绝她的投资吧 你上次看中的手表我买了 我没时间带呢 行行行 今天晚上 是丽蓉的半年客户答谢宴 按往常的话 李静凡和李俊都会出席 就在AFK大厦 晚上联系啊 你干吗呀 你不陪我吃个饭呀 我得去抓人 陪我去见李静凡 拜拜 三个季度前我就说过了 把影视公司的投资 全部都收回来 为什么Q2的财报 还有两家公司 在白白烧我们的钱 说话呀 受哑巴了 孙总 那两家公司 都是陈董占了股份的 哥 哥 你叫我来什么事啊 我这拍戏也没人忙着呢 报问李浅 知不知道 立荣投资恒星的事 问问我干吗呀 李浅不搭理你们 难不成会理我呀 他不是说了 叫咱们别插手他生活吗 李晨 你长本事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哥 他都已经成年了 你觉得你俩这样累不累啊 对了 哥 我听顾兰说 爸这次是借了顾这的手啊 你也帮忙劝劝 这李浅那性子真要知道了 肯定就此之丸消失了 到时候 后悔都没用 哥 我还有事 我先撤了啊 等等 爸说了 今晚客户半年打歇业 你必须得在 我这忙着有事呢 我去干吗去 知道 爸还说了 你要是不在的话 影视投资的事你就别想了 反正你也没什么盈利率 行 行了 没问题 哥 跟爸说 今儿晚上一定能见着我 那我走了 你回来了 怎么啦 你之前说是我的未婚妻 但我觉得这或许不是事情 事实上我们并非出来理由的情侣 是吗 好端端的 说什么呢 李浅 你是不是在骗我 当时我就在想 他到底知道了多少 或者 他究竟是如何猜出来的 不过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怎么了 重要的是 他现在很危险 我必须马上带他走 但是要在老狐狸手下化险为夷 唯有兵性闲招 你说得对 我骗了你 我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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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